随后阿星听从总部的指示 来到了一处凶杀案的现场 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 阿星一眼就看出了此案很不简单 看着床上死者的标记 阿星忍不住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请问死者是个人还是动物啊 是人 你不是化学老师 你是哪位啊 我是周星星啊 在第一集你教过我化学的 我怎么不记得我教过化学啊 我是法医 你是哪位啊 周星星 你刚才问我什么 没事 秀 随后这名酷似五状元的梁锦斯 便向阿星介绍起了这起案子的详情 他表示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的残忍 这起案件的死者是个富豪名叫王百万 死因是双手被人绑在床上 用冰锥给活活插死 说完梁锦斯还拿出了一张照片交给了阿星 看完照片后阿星还以为照片里的人是自己 可离锦斯却表示照片里的人就是死者王百万 原来这个王百万跟阿星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比阿星多了一颗痣而已 所以梁锦斯这么急着调阿星过来 就是想让他假扮王百万去当卧底 闻听此话阿星当即就用自己的喷嚏 给梁锦斯洗了一把脸 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 阿星随手就拿起了一旁的纸杯一饮而尽 可这时化学老师却突然走过来 寻找自己刚刚收集的证据 却发现杯子里面的液体进不知所踪 知道杯子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后 梁锦斯当即就一脸惊恐地看向了阿星 而阿星也是直接到一旁开始呕吐了起来 不曾想梁锦斯不仅没有安慰阿星 反而还以阿星破坏政务为由 逼他听从自己的指示去做卧底 否则的话就又把他调到街上去指挥交通 可是阿星已经答应过他的女朋友 再也不去当卧底了 否则的话他的女友阿敏就会跟他分手 而且阿敏为了跟他结婚 还准备去五八同城上面找个工作 跟他一起奋斗 所以此刻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去当卧底的 可是面对着他的苦苦哀求 梁锦斯却没有丝毫的心愿 见对方如此的不尽人情 阿星也是忍无可忍的选择的发表 做人处事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告诉你我是虎鹤双形的冠军 夺命剪刀角跟翔龙十八掌 也都有几十年的照义了 说难听点 我让你双手双脚挂的头儿就能够顶死你 你是不是一定要我去先 面对着阿星的质问 梁锦斯一脸高傲的没有理他 反倒是阿星自己却突然想通了 他表示梁锦斯执意要派他去的话 肯定是有他的原因 所以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后 还是决定要听从上级的安排 其实我最喜欢边缘人这个名字 跟你自己愿意的我可没逼你哦 别傻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还说这种话真是的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同时你掌心借了三十万来买断房子吧 看你那个死相我就知道你不讲义气 恰巧此时阿明的表哥也来到了六扇门借钱 原来他之前也是六扇门的一名高层 只是因为牵扯到了一件案子而被停职了 此次回到六扇门也是为了找同事借点钱来买房子 为了给他一个洗刷冤屈的机会 阿兴当即决定要让他来当自己的助手 随后阿兴将自己要去当卧底的事情告诉给了女友阿明 得知一切后的阿明很是愤怒 因为阿兴要去扮演别人的老公 就难免要与对方睡在一张床上 为了不让阿兴背叛自己 阿明表示如果阿兴敢对自己不忠 那么他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十倍的偿还给他 哇 你身为我的马子 说出这种话来成何体统 还有呢 如果你对不起我 我就会像系列的女主角一样 趁你睡着的时候 把你绑在床头 又并追戳死你 而另一边王百万的妻子汤朱迪 也已经接到了六扇门的电话 于是他便直接来到六扇门找到了梁锦斯 你找到我老公了 哦 是啊 我们是在新界找到他的 他的神志不太清醒 我们怀疑他的头部受过重创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啊 可能被抢劫过也说不定 是被女人抢了吧 这么多男人没一个抽烟的吗 对不起啊 这房间里不准抽烟 抽烟要不坐牢啊 坐牢倒不一样啊 要罚五千块 这有一万块 请你一块抽吧 王太太 钱并不是万能的 钱不是万能的 不过没钱就很头痛了 就在这时伪装成王百万的阿兴 推开大门走了进来 在李锦斯的眼神试一下 阿兴鼓起勇气 向着汤朱迪走了过去 而汤朱迪看着自己 失踪已久的老公突然出现 也是一脸惊讶地站了起来 随后他突然直接一巴掌 打在了阿兴的脸上 并且表示阿兴不是他的老公 这可把一旁的李锦斯给吓坏 于是他连忙上前 帮两人撮合了起来 而阿兴也是将计就计地 装成了失忆的样子 我老婆很漂亮 我记得了 难道他不漂亮吗 你说呢 他虽然不漂亮 但真是你老婆 对不起阿兴 还有天啊 我老婆身材很正点 我听说 他身材不正点吗 原来汤朱迪并不是看出了 阿兴的真实身份 而是怪他老公在外面 沾花惹草地不肯回家 在阿兴这一连番的夸奖下 朱迪的态度也是缓和了不少 不过他却还是不肯带阿兴回家 这样一旁的多龙 再也忍不住地站了出来 多龙的一番操作 将不可一世的朱迪给吓了个不轻 于是他便赶紧找了个借口 拉着阿兴回家去了 可当阿兴跟着朱迪回到家后 却彻底的惊呆了 因为他虽然早就知道了 朱迪家有钱 却不曾想竟有这么的夸张 不仅住的房子像皇宫一样 就连佣人都有大几十个 挖个屁啊 这是你家 我得了失忆症吗 失忆症了不起了 我没有说我了不起啊 就在这时一名女子 看着他忍不住地哭出了声 阿兴还以为这名女子 是王百万的母亲 却不料此人 竟是他们的东营馆家茅房厕置 这时一名小孩 突然跑过来对着他大喊老爸 乖儿子 爸爸 乖儿子 乖儿子 那你个爱人啊 他是原地的儿子 那他为什么叫我爸爸 他见着谁都叫爸爸的 叫人呢 爸爸 随后朱迪问他 知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谁 阿兴看着对方的长相 还以为是给他们家做咖喱的 却不料此人竟是他的老爸 更离谱的是这名圆丁打扮的男人 竟是将王百万为大的奶妈 少爷要不我今天奶给您 不用了 我没胃口 随后阿兴还因为不知道这条狗的名字 而被这条狗给狠狠地扑倒在地 晚上阿兴看着满桌子的美式感慨不 他心想这有钱人的世界 还真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啊 而朱迪看到老公不仅不认识家里的人 就连平常生活的习惯也与往常的不一样 所以他便对阿兴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于是他便连忙给六扇门的李景思打去了电话 他表示李景思帮他找到的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他的老公 因为这个人不仅不认识家里的人 还对他格外的听话 叫他去洗澡这么过分的要求 他竟然也乖乖的照做了 要知道王百万是一个非常不爱洗澡的人 一年到头他最多也就洗个一两次 当初结婚的时候 朱迪求了一个礼拜他都不肯洗 而此时的李景思也不再是之前那微微诺诺的样子 而是换成了一种极其强硬的态度 他表示王百万这种情况 肯定是在六扇门的时候洗澡洗上瘾了 而且他还保证阿兴肯定就是他的老公 他还让朱迪对阿兴好一点 否则自己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挂了电话后 不肯罢休的朱迪直接就来到了六扇门 这一次他找到了六扇门的陈景思倒撞 他表示李景思帮他找的那个人 跟他老公长得一模一样 可其实却并不是他的老公 此时的陈景思也早就知道了一切 可他却装糊涂的说是朱迪的压力太大 让他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下再说 那你也不相信我 你以为是闪金啊 差不多是这样啊 哎呀 咱真的是假的呀 我也是假的 其实我是刘德华装的 什么声音啊 干嘛 你干什么 你请我当你住所的对不对 对啊 你叫我带着喷嚼24小时保护你对不对 对啊 我都做到了 可是我没有叫你拒穿人家天花板的啊大哥 嗯 对哦 你没有说过 走那存蛋 为了揭开王百万死亡的真相 阿兴假扮成王百万回到了家里寻找线索 而身为助手的多龙为了保护他也跟了过来 将地板修理好后 阿兴便想让多龙先行撤退 可这时王百万的妻子朱迪却刚好回到了家 为了不暴露阿兴的身份 他当即就站在桌子上面伪装成了画像 为了完成这一次的卧底任务 阿兴决定要使出自己的眉目传情大法 来让朱迪说出事情的真相 而另一边的朱迪也决定要用自己风华绝代的魅力 来让阿兴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料阿兴在转动自己的舌头时 进一步小心将贴在嘴角的痣给舔到了嘴里 这一幕让阿兴自己都觉得有些想笑 朱迪见状也是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不过很快他就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 随后个怀鬼胎的两人便直接抱在一起转起了圈圈 地旁的多龙剑情况不妙 连忙拿出了自己表妹的照片提醒阿兴 阿兴见状顿时就如同被浇了一桶冷水一般惊醒了过来 于是他当即就松开手将朱迪给甩飞了出去 对不起 今天我有点累了 我还是到书房去睡好了 而此时楼下的茅房厕纸因为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于是便请求上帝赐给他一个强壮的男人到他的梦里 恰巧此时楼上的多龙剑朱迪被摔晕了过去 于是便趁机想要溜走 却不料刚好踩到自己聚穿的木板掉了下去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而这一天也正好是大年初一 按照惯例 他们夫妻两人都会给佣人们发红包 由于阿兴没有准备 便拿起朱迪的红包开始发了起来 可当他看到红包里面的面额时却吓了一大跳 喂 你结过婚了吧是吧 还是我先 可是我还没结婚呢 你拿的是我的 你在少奶奶那边 哇那边一个人发两个红包 随后李景思也带着厚礼来到了王家拜年 一番客套过后 李景思便直奔主题地问阿兴有何进展 不料这是一个穿着貂皮的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原来此人就是王百万的好友林大岳 他对王百万的家产早就寄予已久 所以王百万的死他有很大的嫌疑 给两人拜完年后 大岳便热情地邀请两人晚上去他新开张的酒吧玩 而阿兴为了寻找线索也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晚上阿兴与朱迪两人如约来到了大岳的酒吧 可大岳等人聊天的内容却将阿兴吓得不轻 因为他们几个竟然全都找了一个开花店的女朋友 恰巧阿兴的女友阿敏就是一个开花店的 随后阿兴便以学习为名 向大岳问起了花店老板的特征 不料大岳所描述的一切 却全都跟阿敏惊人的相似 就在阿兴即将就要崩溃的关键时刻 另一名男人又说出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他表示那个花店的老板曾说过自己以前有一个男朋友是做警察的 闻听此话阿兴当即忍无可忍地一跃而起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然而阿兴还没有走两步 就真的在人群中看到了女友阿敏的身影 于是他当即就气冲冲地跑过去踹起了厕所的门 可一连踹开了两个 却都没有发现阿敏的身影 当他踹开最后一个厕所的门时 却将里面的一名长发美女给吓了一跳 而此时的阿敏却正在跟朱迪一起跳着贴身的热舞 阿兴见状连忙跑上前来想要打招呼 可却被朱迪给拦了下来 而这时厕所的那名长发美女也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他说公司的得的助手长文静 这位是王先生 我已经见过王先生了 公司里要是没有文静啊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呢 我不打扰二位了 怎么会呢再聊会儿嘛 拜拜 拜拜 看个屁啊你 整天就会泡妞我了 不泡妞你我干什么 走 我还要泡妞去